正因为向外贪求,才把本来佛遗失掉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我们众生向外贪注,妄想执着这一切事物,在这一切事物上起妄心,造生死业。 所以建诸法的差别香,增爱取舍,令心不停地生住一面,所以覆盖纠缠我们的真性。 虽然本来是佛,但是却把本来佛遗失掉了,寻夜发现我们这一切生死果报,正报身心,依报世界。 大家在生活实践中身临其境,身有体验。 桌子为什么不苦呢? 因为他没有心,他是无情之物,我们是含灵众生,有灵芝之性,见了坏的事情就称恨忧愁恐惧,见了好的事情就贪爱,想据为己有。 这都是用心的事啊,这本身就是苦,就是罪业,就是生死。 正因为向外贪求,才把本来佛遗失掉。 心不停地生住一面,这就是散乱,吊局。 不散乱,不吊局,疲劳了昏沉大睡。 这也是忘心的力量和作用覆盖真性。 所以心不得安定,修缠定就是要降伏其心。 我们不向外贪住,不妄想执着,他愿意好就好,不好就不好,随其自然,不要去强行主宰。 非得这样,非得那样,我们能主宰得了吗? 一个人一个心,一个人说一种话,一个人做一种事,千差万别,善恶,罪服,逆顺,这是世间相,佛说,世间相常住。 只要有众生在,这个世间相就不会完结,除非都成佛以后。 我们学佛法,不是把这些差别相,按照我们的意志都平衡下来,我们应该用佛法来调适自己的心,来适应这些境界。 在好上就没有什么好可得,在坏上也没什么坏可得,本来如如,我们在这一切事物上,能保持心上的平衡,不能发起过非就行了。 平常心是道,也别希望什么好事,也别希望什么坏事,心上要无事,无事这个忘心才能歇,无事未兴隆吗? 忘心歇了,本具的性定,本来没有动,就安住不动,正的本心,一切如法如律,所以要修禅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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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